來看台南消息 台南北區江峰北路 給民眾看到說有三個重點 在無安全措施補給客用手 牛鑽子 想像大型家庭 為一樓 牛到樓不上 這個過程會比較沒人在指揮 請是歐來這麼多 讓人看到真的替他擔心 今天這個路工局中心 到現場調查 處理說 當然是因為二十公斤 這個冷氣外機 沒辦法從裡面搬進去 涉嫁才會輸出這個辦法 對著這個危險的行為 他也感覺很辛勢 其實站對這種調查的 組織應該注意什麼樣的屬行 這都有全業的規定 看他從這裡 一直樓 然後斑斑斑斑上去 重點是他們沒有戴手套 三早沒人站在樓背上 想要用刷子 中大型家庭 扭起了 這個圍面 讓看到的面上都嚇一跳 這個拉上去都壞掉了 看他們繞油到真正爛 明朗公公公 要不進去安全措施 這個沒中心 可能就影響到樓下用路人 我們那邊去年 住家家在這裡 什麼時候要嚇到不一定 台南北区公安保路 方看這個 怕嚇到關門過程 這早上 劉工局中心 到現場調查 處理 也出面該水 對於這件事是一直來灰色力 是說今年撤過的地震包的房間 才發生33公斤當天冷氣 為17樓落下來 陪似努大身的案件 現在按照冷氣的夾借做事 才會這麼做 也將會對他們意外開放 它有違反那個 我們治安法的現象 最高可以處分三到三十萬元 是說最近天氣少爪 將冷氣的訴求變管 夾借派工進行 要注意做一些事情 先跟那個公務局那邊 還有申請入圈 掉到機械這邊 必須要有相關的證照才可以 須帶安全帽 安全帶 每一個小子都要安排好事 只要讓樂工受傷 那才是特化的總統發生 做生 未當萬歲的救命 4G 5G 5G 4G 8G